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周报 我是李凡飞 高雄的前镇渔港 是台湾远洋渔业的重要基地 行政院在110年 核查审定了前镇渔港的建设专案 中长城计划 总经费81.37亿元 推动包含了渔港周边的社区环境 交通还有下水道系统等等 而立委赖瑞龙则是呼吁 应该要采取结合高雄捷运 黄线延伸一车到底的模式 打造台版的丰州渔市 大型吊杆移动 工人专心施工 这里是前镇渔港建设专案中的 多功能水产品运销中心 总经费81.37亿元 含刮了渔港周边的社区环境 交通下水道系统 以及骑津渔港等 立委赖瑞龙除了紧盯各项工程 及招商进度之外 也呼吁应该要采取 结合黄线延伸一车到底的模式 打造台版的逐地市场 前镇渔港是中央主管的渔港 一年创造300亿以上的经济产值 但是50年来 很多重大建设都没有推动 那也特别感谢行政院 在我们的争取之下 支持了81亿的一个经费 来全面改造 包括输郡 包括我们下水道的工程 还有船员服务中心 漁获直销中心全面来启动 那接下来还要把捷运黄线 延伸到前镇渔港 目前已经大多数工程完成之后 整个前镇渔港的味道 已经大幅的改变了 然后变得更加漂亮 同时间靠近渔港 也没有严重的渔性味 我想这就是整治的一个成果 那我们也期盼了 未来漁获直销中心完成了之后 这个中央农业部来记忆招商 找到好的厂商进驻 让前镇渔港 像这个日本的丰州逐地市场一样 展现出全新的一个鱼市场的风貌 前镇渔港建设专案中的 前镇渔港连外轨道系统道路规划 可以增加前镇渔港改造后的 各项建设效益 不仅赖瑞隆立委呼吁黄线延伸之外 在地里长以及民众更是支持 期盼带动高雄的海洋产业 休闲渔业以及观光旅游的整体发展 我们一直很期待说 透过捷运黄线延伸 能够再让更多的旅客 或是说我们在地的高雄市民 能够透过大众运输的这个系统 能够进入我们的这个前镇渔港 那我们也期待前镇渔港 能够不只是变成这个台版的 风舟渔市场 也希望能够未来变成是 国外版的前镇渔港 希望国外也可以来参考 前镇渔港的这个改造的这个计划 我觉得如果捷运黄线进来 前镇渔港的话 可以带动前镇渔港的观光跟经济 然后让更多人认识前镇渔港 这样我觉得是最大的帮助 希望渔港也有很大的改变 那借着这一次如果说有 捷运上的开发 有延伸到我们渔港 我们是拭目以待 我们也是前程的欢迎 烂热龙强调前镇渔港50年来 首次全面改造整建之后 搭配前镇渔港捷运黄线延伸案 结合中央地方资源力量 将可以打造台版的风舟渔市 让前镇渔港成为渔业生产 休闲游戏的国际级观光渔港 最近芒果进入了生产期 台南市推出综合多个品种的芒果礼盒 外观已有台湾LV支撑的加纸袋 作为设计 随机搭配四五种不同品种 让消费者可以一次品尝 不同风味的台南芒果 市长黄伟哲也特别来开箱 表示送礼自用都相当讨喜 台南市芒果的故乡品种众多 也是台湾芒果最大的生产地 每年的六七月 是芒果生产的季节 一般芒果礼盒 大多只装单一品种的芒果 台南市最近推出彩色芒果礼盒 随机混合 有爱文、金黄、乌香与玉文等 结合台南400台南的古迹 以及后壁区夹子带为发想 设计出彩色芒果礼盒 台南是芒果的故乡 也是全台湾芒果最大的生产地 那除了每年我们都是行销 主要都是行销爱文芒果 但事实上我们除了爱文芒果之外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芒果 多到我自己名字都记不清楚了 但是我想说有这么多 好吃又漂亮的芒果 配上这个很棒的 配合我们嘎吉德亚意象的这种 水果包装盒都构成了我们今年芒果行销的两大特点 那未来这样子的盒子大家注意到 因为它上面有好多种水果 事实上我们未来包括可能文旦 也可能火龙果或是其他的水果 也可能用这样子的一个包装 那用像火龙果有白肉跟红肉 我们也用那个综合包的概念 用彩虹和用嘎吉德亚的概念 大家可以看到事实上这样子的芒果 事实上是非常秀色可餐 非常好吃又非常好看 礼盒外装以夹子袋 蓝绿红条纹为主视觉 加上古籍景点以及文旦 凤梨芒果等台南的水果图腾 侧边还印有台南400的图腾 市长表示不止外观好看 而且还可一次品尝不同的风味芒果 不管是送人或自用都相当适宜 记者林跟台南报导 新北市政府持续扩大 敬老爱心卡的使用范围 社会局今年更加码了 超过1亿5000万的补助费用 从7月1号开始 开放使用搭乘计程车还有U-bike 预计有超过92万名的身杖 还有银法族可以受贿 同时也发布了 新北敬老爱心车队的标章 民众除了电话与APP 可以预约缴车 也可以任命醒目的 紫色标章来搭乘 新北市政府持续扩大敬老爱心卡使用范围 社会局今年更加码超过1亿5000万元补助费用 从今年7月1号起开放搭乘计程车及骑程U-bike 2.0 预计超过92万名身杖银法族受贿 好 我们从今年7月1号开始 我们的敬老卡会从过去的公车捷运 还有集结台铁 我们在7月1号会开始会增加计程车 也可以使用计程车的搭乘 还有我们骑程我们的U-bike 非常开心哦 因为我一直都有在使用U-bike 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 你说注册其实也没有很难 还有保险 当然表格都现成的 我们就只要照表这样舔一点就OK了 真的好感恩 真的是一项对老人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应该说得正吧 谢谢 新北市社会局与交通局宣布 新北市爱心技能卡扩大使用 除说明使用范围及使用方式 同时发布新北技能爱心车队标章 民众除了电话与APP预约叫车 也可任明行物的紫色标章搭乘 好 那在使用这个计程车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预约叫车 那可以透过我们的计程车队的APP 还有我们的电话 那如果在路上临时需要车辆的话 也可以看我们新北技能的标章 认识的这样的标章就可以来搭乘 那至于U-bike就要加入我们 透过我们的系统U-bike的系统加入会员 然后能够投保保险 那可以避免公共计程可以搭乘这个计程车的时候 可以有保险那这完全是免费了 那投保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搭乘这个U-bike 新北市社会局局长李美珍表示 今年新北市编列近17亿元 不住65岁以上的张政 身心障碍者搭乘大众运输 凡持有敬劳卡或爱心卡 每个月有480点可以搭乘 市区公车 双北捷运等 不论预算规模或是服务人数都是全台最高 夏天到了有很多的水域活动 在基隆朝近海湾节的帆船越启动仪式上 基隆市长谢国良欢迎各地的民众来参加丰富的夏季海洋活动 另外他也表示 必杀鱼港游艇码头的招商案也即将启动 画面上是必杀鱼港的游艇港 基隆市政府产发处在这里举行了 基隆帆船越的启动仪式 宣布朝近海湾节系列活动正式开始 市长谢国良也在现场说明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那更让我觉得高兴的就是说 我们推动了已久的我们的 必杀鱼港的一个游艇码头的招商案 我们透过都市设计 未来将在这个游艇码头结合一个中型的购物中心 那这个部分我也请阐发处积极来进行 未来也会开始来规划一个评选的作业 那我觉得必杀鱼港是有山有海非常漂亮一个地方 那很多人来看了游艇来观光以后 如果能够有一个购物中心 大家再来买点东西或逛逛吃个东西等等 我想会对这个地方的观光跟这个 整个发展游艇的产业一定会更加的热络 所以我非常的期待 我目前就是8月底开始 我们会上网来这个招标8月底 对然后因为去年其实 我们的容积大概只有45% 那因为其实浴缸解编了 然后我们透过都发处来办理这个容积的变更 然后现在容积已经拉到160%了 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盖的面积有更多 那我们会在我们的标书里面 然后除了就是 这个标书是BOT和ROT两个部分会在一起 那我们除了在我们标书里面就是 针对于我们的这些游艇的设施 要做一个修缮之外 然后增进一些功能之外 那岸上的部分也会要求这个 得标厂商来做一个中型的购物中心 帆船越启动仪式上 基隆市府会首长跟贵宾 都亲自体验遥控帆船的操控 亲近海洋 近来到我们潮进海湾节的开幕 这边的活动这几天非常的丰富 有我们绕岛赛 餐车市集 还有这个游艇还有Sup等等 这个我们这个遥控的这个帆船 非常好玩也说真的 而且要动点脑筋 然后还要拔草侧风向 你要看一下那个风现在吹哪边 然后风速那开帆 然后你的 其实完全没有风的时候 你也可以透过某个角度 然后稍微测一下 然后帆稍微开一点 它也是可以缓慢的移动 其实蛮有趣的 也要动动脑筋 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活动 也是我们基隆的特色 所以帆船越呢就是我们基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们如果把这个基础设施跟中央地方好好的合作 通力来把这个基础设施做好 其实会好好的推广 展现我们的基隆特色 这才是我们的夏天 所以透过帆船越 包含我们的朝经海湾节 整合在一起 我们的暑假其实可以非常好玩 从这个体验这个遥控帆船 可以感受到一个就是风向跟风帆的一个作用力的一个操作体验 那虽然就是目前还没有办法登船去体验 但是从这个遥控帆船就可以感受到 其实真的非常有趣 而且我们基隆这个港湾是属于我们全台湾最有竞争力的一个港湾 因为它已经提供国际赛事帆船比赛已经长达20年了 那非常得天独厚也很有国际性 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活动能继续推广 那希望各国的好手都能够来这边比赛 活动现场的山海餐车是朝近海湾节的系列活动之一 让碧莎游亭港显得人气满满 这也凸显了基隆的区位跟特色 是北台湾非常重要的海洋特色发展重镇 基隆府会希望地方跟中央充分合作整合资源 让八斗子碧莎到海科馆这个狼带能够更加繁荣 也增加在地优质的就业机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高雄捷运近期打造向北延伸线是颇有进展 钢山路逐延伸线的RK1钢山站举行了旅刊 针对地震逃生的主题做应变措施的演练 结果也大致顺利 目前距离完工只剩不到几天 钢山站作为延伸线的第一站 也颇有指标性的意义 不过当地民众虽然很期待 却也有点担心交通以及吵杂的问题 高雄捷运RK1钢山站15号上午举办旅刊 以发生无极地震 无法准确停靠月台为主题 进行应变措施演练 无法开启 开启地门 今天基本上就是针对这一段的个人 不然车站或是说一些动线 还有一些车厢或是机电 或是土木相关的一些设施进行旅刊 目前来看就大致上还算顺利 高捷钢山路逐延伸线RK1钢山站 预计在六月底或七月初就可以通车 钢山当地民众表示很期待 不过也有些忧心 通车之后可能会造成人流更大 交通混乱或是嘈杂的问题 这样感觉很方便 要交通也很方便 以后可以搭捷鱼很开心 会更方便 可是那边的火车变得更拥挤 改了改去很多人 就是来了都不知道要怎么弄 可以可是盖这个捷运的话会变成说 这里的民众会变成都会有负面的情绪 因为我在其他的社交软体还是说怎样 都会有看到钢山捷运站这个东西 就是那种住家都会在底下评论说很吵还是怎样的 钢山站连结台铁钢山车站 开放式的天井月台相当敞亮 连接通道也颇为宽敞明亮 高节钢山路主延伸线全长共11.63公里 钢山站作为延伸线第一站 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后续对于北高有什么样的发展效果也令人期待 最近统策放榜了台南瓷幼工商汽车科的学生郑佩峰 考出了574分的高分 更是动力机械群的全国第一 繁星上了台北科技大学车辆工程系 让老师们都相当开心 而郑佩峰是表示从小就对汽车很有兴趣 希望未来可以往车辆设计的方面发展 私有工商校长陈素贞前往汽车科学生郑佩峰家里贴榜 一家人欢喜藏不住 因为他不仅统策考出574分 更是动力机械群全国第一 又以繁星录取汽车科第一学府台北科技大学车辆工程系 我想当车子的工程师或是设计师这样 我喜欢去探讨那些车子的结构 不知道怎么运作的 原本就读普高的郑佩峰因为在学校对课程没兴趣 所以休学一年 正好持有工商有汽车科 从小对汽车有兴趣的他 跟家人讨论完后决定转校 在高三也考取到汽车修护以及证照 培育青年找到他自己的兴趣 找到他自己的优势 然后在社会上面 在专业上面有更好的发展 汽车修护以及证照在业界内相当难考 但在持有工商的汽车科 每届平均通过率高达七成 其中还有一名从长荣女中 诗项造型科转学过来的女学生 经过不让须眉 一样考取到这张一级证照 一开始的话其实觉得蛮困难的 但是后来就有练习 从机车 汽车 甚至于到卡车 我们都有一系列的一个课程的安排 透过学校的课程安排辅导 让学生们有乙技之长 早日与职场接轨 行行出状元 还是得选对科最重要 记者杨春怀才能报导 新北市政府办理2024新北市智慧城市国际论坛 邀请了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行政首长 以及在台的驻外使馆等贵宾 以及在台的驻外使馆等贵宾 齐聚新北共同讨论资讯科技在城市治理上的应用 积极推动城市智慧化 结合企业应用于安防医疗运输以及生活等领域 19号上午新北市政府办理2024新北智慧城市国际论坛 邀请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行政首长 以及在台驻外使馆等贵宾 齐聚新北共同探讨资讯科技在城市治理上的应用 新北市副市长陈纯净表示 此次论坛是新北市展现智慧城市建设成果 促进国际沟通合作的重要平台 透过本次论坛将与全球分享AI发展的公共政策 并借助AI科技加速推动永续发展 对于为什么今年是在我们新北市来办全球的论坛 ICF为什么要选择我们 因为我们在两年前我们得到他们的Top 1 所谓Top 1的话就是当年评选里面最优的城市 那隔年2023年又经过他们的评比 全面性的评比 认证我们是一个完全就是比较完整的智慧城市 是全球唯一一个被认证通过的 所以因为这样他们今年就找我们一起 共同来办这个国际的论坛 邀请不仅仅是台湾有兴趣 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四个国家 四个城市已经有入选这个Top 7里面 副市长陈纯敬也来到会场外 听取本土厂商在城市治理上提供的各项技术服务 涵盖多家国内大厂都在新北市内拥有营运据点 在林口新店等产业园区打造狼带市聚落 众多国际大厂都已经进驻 更积极联系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整取相关的投资能够来到新北 更将AI教育落实到新北市各级学校 我们在AI产业园 我们今天我们市长也特别在市政会议 提醒我们所有的局处 就是说我们新北在这个好几处 不管是在林口或者是在新店的这些产业园区 我们有这个狼带式的 譬如说在林口我们有一个八公里 狼带式的这个产业园区 包括我们的国际AI的国际 现在那个艾斯莫莫已经进驻到那边了 那那个亏达它在台湾有43家的这个 我们叫产业链在我们新北将近有20家 是在我们新北的 新北市政府表示 自侯友宜市长上任以来 新北市积极推动城市智慧化 结合企业应用于安防医疗运输及生活等领域 于2022年荣获全球智慧城市首奖ICF Top 1的殊荣 并在2023年成为全球首座 取得完整智慧城市认证的城市 记者根基新北长报导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捷运淡水星一线 建坛站的多目标大楼动土典礼 他认为这栋大楼不仅可以带动士林地区的发展 在引导周边内科北市科圆山新创聚落 以及生态涉子岛的计划效益也是无可限量 捷运建坛站2号出口旁的这块停车场 未来将会建成多目标大楼 除了原有的转程停车场外 可作为商办商场餐饮会议中心及教保中心进驻使用 地面会串联绿粮重塑人行空间及街道景观 打造广场式开放空间 提升生活及休闲多元服务功能 我们台北捷运建坛站的TOD多目标大楼正式的动土 我想刚刚董事长谈了很多 对我来讲 TOD是一座城市整体发展非常重要的关键一步 也是我们很重要的目标 其实也许大家不知道 这一个案子其实在前年应该是在我还没当市长前 当时的督審会议 委员们就有下一个诞书 因为当时有各种地方不同的意见 说要等未来新任市长 通盘了解排版定案才会继续 我上任之后 董事长黄总经理有来报告 来说明 所以我认为对的事情要坚持 即便各方有不同意见 但我们愿意沟通 但是这个目标不能变 所以后来专签 我决定还是要为地方 来做一个TOD多目标大楼 带动的不只是士林地区 它所能够引导的相关效益 包括周边 包括内科 北市科 原山创新 以及未来设置生态 一整个tech cluster的发展是非常关键 所以在确定之后 我们就努力往这个目标前进 去年签约 我也请全公司加速 今天顺利动工 过去在讲中山北路是关道 这关道第一排 这么一个大楼呢 是最漂亮的 我们这里要盖 最好的A型 A级办公大楼 但是在这里不是只有办公大楼 我们上面有景观餐厅 让大家可以在屋顶 可以看得到 包括原山饭店 包括北溢中心 包括我们建坛站的龙骨 这样的一个最漂亮的车站 我们有办公大楼 刚才看到那个影片 可以从那个窗户 从阳台看出去 非常的漂亮 然后楼下有商场 可是更重要 我们有特别有注意到 我们在这里有设教保中心 可以让在这里工作的员工呢 可以再把子女带到教保中心来 来有做最好的照顾 我们有会议室 然后我们这里 会跟建坛站做最好的联通 透过建坛站 我在这里要跟各位报告 往北到北市科 只要四分钟 往南到台北车站 只要九分钟 最近最热门的大巨蛋呢 透过台北车站 来转车 到大巨蛋 只要二十五分钟 甚至到台北市政府 新一计划区 只要三十分钟 往西 到新北市政府 新版特区 也是三十分钟 透过捷御网路 四通八达 我们盖这样的TOD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希望做大众运输导向的一个都市发展 这个完全符合这样的一个理念 所以我们除了之前四零站 明年就会盖好了 这里今年开工 今年底 建南路站也会开工 跟市长报告 刚才这个大陆工程的在问我说 还有没有 我说有 我们这个北投机场呢 也正在规划 我们希望 假如说可行性研究确认了 我们后续 北投机场是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开发 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开发 带动整体的都市发展 讲完市长带领上香祈福开工动土 祈求工程顺利圆满 大楼预计117年完工 成为在地商圈发展动力 去年开始 我不管是到新加坡 到韩国首尔 到上海 到日本东京 我都会特别的仔细去关心 而且去了解 这些人口密集的国际大都会 如何运用绵密的捷运网络 来带动沿线的产业发展 所以台北市我们身为 与国际接轨的首善之都 我们也要善用我们 绵密的捷运网络的优势 以及各个所布建的站点 所以请捷运公司我们加速以外 大家可以看到 在捷运建坛站这里 中山北路 陈德路的交汇处 南王北返的交通要道 同时也是刚谈到 许多科技产业 他们的枢纽 同样附近 有北邑 有北美馆 有士林夜市跟商圈 所以在这里未来 它的整体效益 能够带动的经济发展 无可限量 所以我也要谢谢我们地方的里长 每一次在与里长有约的提案 都很乐见 也给予我们支持 在这里的多喵大楼 所以未来这里 它能够不只是满足 所有地方相亲的需求 它更方便 让未来这里办公来采购 消费 以及欣赏景观 我们有景观餐厅等等 大家都能够出行 更愿意使用日运书 这也是我们推动TOT 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所以未来这里 地上16层 地下3层 我想它所带给市民朋友的 不只是一个 市民未来发展 所有乡亲 生活机能全面提升的 后收仔 我想它更是结合我们 捷运路线 非常重要的一步 蒋万说它专签 决定要盖这栋多目标大楼 因为能带动的 不只是市民地区发展 它所能够引导的相关效益 包括周边内科 北石科 远山新创巨落 及生态社子岛的发展 都是非常关键的 记者问句台北不到 您知道台湾史上的第一份报纸 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吗 原来从几百年前 台湾就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份报纸 而且还是用台语文来撰写 现在在高雄 还可以看到印制这份报纸的 印刷机复刻版 相当具有历史意义 你知道台湾史上第一份报纸 是什么吗 西元1885年发行了 台湾史上第一份报纸 台湾府城教会报 而这份报纸一路传承至今 见证台湾百年来的历史 不过仔细一看 这份报纸书写的语言 竟然不是中文 这背后有什么秘密呢 它从1885年开始创刊号 一直到现在 其实都一直有在发行 所以在我们今年是140周年 我一般讲教会公报就是这个创刊号这样子 蛮多人会看到说 这个上面的文字 会讲说这是什么文字这样 其实有人说好像是英文字这样子 是不是英文这样 其实不是 这个叫 这有这个白维记 白话字 就是我们教会公报的第一份报纸 是用白维记来写成的这样 所以它为了要让当时的社会 其实是比较属于一个文盲的时代这样 为了让他们能够好的理解 他们就用这个白话字的系统来写 来印报纸 能让那些人可以好好的学习这样 白话字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它学习很简单 因为一般在文盲的社会 它要学习汉字 汉字会很困难这样 所以用白话字的系统 它很简单 三个礼拜就可以学会 那这些学会的百姓之后 它就可以自己看 用这套来看福音 然后再学习知识这样子 用白话字书写而成的台湾第一份报纸 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 宣教士当时积极创立文字机构 就是希望当时几乎是文盲的台湾人 能够学习读书写字 如今我们也可以拿起笔 体验当时台湾人学习写台文的真实情境 手抄活动其实在我们公报社 是每年都固定会举办的一个活动这样 就是说让来参与的 就能够了解我们曾经为台湾 有一份这样的报纸这样 它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意义这样 藉由抄这个先人的东西这样 就可以有一点思想这样子 按进自己的心这样子 也大概能够理解当初的 这些人家的理念或什么这样子 台湾府城教会报 除了教会的内容之外 也保存了台湾不同年代的政治 军事经济等正式情况 都如实还原 具有独特性与文献价值 可能一般会以为啦 就是说我们是教会的报纸 是不是指局限在教会的事情 但其实不是 因为如果你去细看 因为这份报纸它其实涵盖整个台湾的历史的重要事件 它都有做报导这样 所以不管是政治啊 经济社会 甚至是有一些 就是说乡野奇坛 人文风情的东西 它也是都有做一些记载这样 比较有趣的 比如说当时有铁达尼号的发生 它也有做一些记载这样 甚至说台湾有走断一段 比较威权的日期嘛 它其实也会针对当时 做一些社会的批判这样 跨越百年的传承 到现在都还在台湾持续发行 持续用文字书写台湾的历史 也透过信仰的精神 传达对这片土地的爱 记者朱敬伟 苏瀚军 高雄报导 台南的四维地下道 是著名的合法涂鸦墙之一 不时可以看到许多色彩丰富的涂鸦作品 在这里出现 而最近附近商家的铁卷门 也成为涂鸦创作的延伸 其中一间浮城骚烤家 首度与昆山科大试传系合作 提供店门口的铁卷门 让学生尽情挥洒创作 展现年轻创意 一群昆山科大试传系学生 近期来到了台南知名烧烤店 浮城骚烤家进行涂屋创作 而一般的店家不太可能借出门面 让学生涂屋 深入了解后发现原来是因为 骚烤家的老板蔡玉玲 某次与昆山科大试传系老师 潘奕成聊到突兀的话题 决定支持学生艺术创作 将大门释出让学生展现创意 我有一堂课程在教展示规划 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带学生 直接实作我觉得是最好 然后刚好也跟老板聊到这件事情 然后老板也觉得很棒 可以有这个合作 所以就刚好带着学生来做 然后因为我们旁边是 那个合法涂鸦区 所以我们就延伸这个涂鸦墙的部分 然后直接做到地面 加上结合学生的转场来做这件事 我觉得这些学生都富有创作力 所以想说那我们就融合台南在地的一些文化 然后以这种背景 然后来做我们的蓝色 象征着世界和平 然后用各种颜色 来代表台南两百多种小吃 融合在一起这样子 烧烤家的菜色以探烤海鲜文明 所以学生特别将海鲜图案融入创作中 同时在色彩搭配的部分也相当用心 颜色配的是红色 红色就像是可能餐饮 比较让人 它色彩感觉会让人比较有食欲 然后蓝色的底是 因为它们主打海鲜比较厉害 所以我们用蓝色的底去做整个打底 然后里面字体用不同的颜色 让它去跳脱出来 台南的一些在地的海产 或是去做创作 然后遇到我的困难的话 应该是就是手会 因为它那个铁门上面 会有那种很多凹槽 就是比较没办法画那么平 老板蔡玉玲表示 开业17年首次与学校合作 因为景邻的四围地下道 时常都能看到有人作画 也很赶配这些创作者 这次释出门面让学生自由挥洒 期盼他们都能在艺术创作的路上 继续前进 记者张税为台南报道 2024桃园市民合唱大赛 将在7月登场 以唱响新桃园为主题 文化局这次特别邀请到 多次获得日本保种国际室内 合唱比赛冠军的 Vocal Ensemble EST来台演出 欢迎大家一同进入 动人的音乐世界 开展一场人生之旅 3 2 1 请启动 2024桃园市民合唱大赛 将在7月登场 希望透过比赛 提升桃园市民对合唱音乐 以及舞台表演的热爱 让不同年龄职业 背景的市民都有机会 共同展示歌唱才华 达到音乐文化平权 桃园市文化局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 据告接下来一系列精彩活动 7月13号礼拜六 在中立进行比赛 然后紧接了颁奖 7月14号我们也邀请了在日本 得奖无数的ESD和唱团 来这边表演 那么也希望大家一起来 共享盛举来参加 我们打造桃园成一个文化城市 不只是桃园自己关门 自己高兴 是要打造成一个 全国都羡慕的一个文化城市 策展人表示今年的桃园市民 合唱大赛活动非常精彩 不仅邀请到多次获得 日本保总国际室内 合唱比赛冠军的 Focal Assemble East来台演出 评审阵容更是请到国际级专家 相信参赛者都会有很棒的收获 我们常常就是因为台湾的 合唱文化其实非常的 非常的好非常的多元 那我们常透过就是 国际比赛的部分 让大家能够认识台湾 所以其实在准备比赛这个部分 其实需要一些有经验的 国际的人士来给我们一些经验的交流 我想这次最重要就是 我们除了ESD之外 当然跟日本保总比赛的这些交流 其实我认为是 来灌溉我们桃园 这个市民赛很大的一个养分 那其实我们也有就是 在台湾学成 学成之后留在美国任教的老师 这次也会担任我们 就是市民赛的评审 我想就是这一些 他们的经验都会跟大家分享 我想就是这一次我觉得还蛮值得 来参与的一个部分 记者会也邀请去年桃源市民 和尚大赛的冠军团队 常跟大学校友和尚团带来表演 指挥表示大家都很努力练习 很荣幸可以获奖 而且可以跟这么多团队一起交流 切磋更有意义 大家都很热情 很兴奋想要参加 然后一起用这个歌声 来跟大家做一个切磋跟交流 那当然练习比赛的经过 会是辛苦的 而且可能有一个 有点严格 有点挑剔的指挥 对所以我们很努力的 在做准备跟练习 那最后很荣幸的得到这个奖项 对那但是其实我觉得比起得到这个奖项 我们能够看到这么多团队 在这个地方一起交流演出 这是最棒的事情 2024桃源市民合唱大赛 7月13号下午比赛可以自由入场 晚上的颁奖典礼音乐会则是免费锁票 7月14号日本EAST的演出则是售票制 欢迎对合唱音乐有兴趣的民众 一同进入动人的音乐世界 开展一场人生之旅 记得来唯一桃源报道 每年都会吸引大批人潮 浪漫精彩的大稻城夏日节又来了 台北市观传局公布今年四场的主题烟火秀 以及五场音乐展演的卡丝阵容 希望可以吸引国内外的好友 一同来大稻城过七夕情人节 欣赏烟火逛世级听人气歌手开唱 不同主题组合的烟火秀 融合多种特殊造型及色彩 将台北河岸点缀的璀璨夺目 2024大稻城夏日节 即将在7月21号到8月10号举行 台北市观传局公布四场主题烟火秀 活动每周三晚上8点施放300秒 七夕情人节当天加码至480秒 且扩大烟火释放面积到700公尺以上 呼应台北建成140周年 这次我们增加了好几场的音乐会 之前只有在情人节当天有音乐会 这次我们是在三场周间的烟火之后 就会有一个音乐会 所以从这周间的是从6点到9点都有活动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个大家擅长的时间 不要挤在一起 那对交通冲击可以降低很多 那在8月10号呢 我们从下午4点半到晚上的9点半 它都有这个包括烟火 还有音乐会在内的表演 其实我觉得看我烟火之后 然后再听音乐会刚刚好 会变得非常棒 最主要就是因为之前有民众提到 交通会堵塞的问题 那我们提早一点点 可以让这个第二场下班的人潮 不容易受到影响 那而且又刚刚提到说 我们又增加了音乐会 让人潮散场的时候 不会挤在一起 那既然不挤在一起 就可以减少交通管制的 这个时间跟范围 因为来的时候的民众通常会比较散 其实最主要会影响大家 散场的时候 大家一窝蜂的出去 那就变成浩子必须要做 比较大的管制会伤害比较大 那来的时候 因为大家散散的来 其实管制的范围 或者是管制的强度 通常不会那么高 那今年我们虽然说 比较多场改为少场 但是我们每一场烟火 这个放的时间 从180秒到变成300秒 所以是有提升这个内容 而且这个刚刚提到就是说 之前结束之后就结束了 所以大家一窝蜂离开 造成交通的混乱 所以我们今年把比较强的卡式音乐会摆进去 让这个除了欣赏烟火之外 可以来享受这个音乐会的这种感觉 那所以我觉得 今年这个也非常值得 我们各国内外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欣赏 另外观传局也公布 五场音乐展演的卡式阵容 16组各大音乐节 忍气歌手接力登台 民谣双男生乐团特休斯 率先在记者会上开桑 让大家闲听伟快 活动期间将让民众观赏烟火同时 精彩活动不间断 在同一个城市 偏寻不着一样的故乡 新月份 八月份 我们都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到大稻埕欣赏 不只是烟火 市集 美食 大稻埕的历史街区更重要 一定要来听特休斯 好 刚刚听他们的歌声 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 无失如罪 而且郭台宇结合民谣 真的是歌声又很优美 听了都觉得好喜欢 特别刚刚这首歌选得真好 那今年我想我们也有很多新的亮点 包括我们这一次特别规划了一个光狼 就是我们夜间会打上灯 长五百公尺 会让整个河滨点亮 而且让所有来的市民朋友 不管是情侣 或者是妈妈带着孙子 和全家大全一起来 欣赏到非常漂亮的美景 另外我们的烟火 今年我们有连续三个星期三的晚上 释放烟火 而且长达三百秒 特别另外有第四场烟火 是在七夕 当天情人节晚上 我们会拉长到七分钟 四百八十秒的烟火 而且届时 大家一定可以想到 比去年更漂亮更渲染的烟火表演 另外 很重要 也就是这一次我们特别邀请 包括来讲特修斯 在内的许多优秀的乐团 歌手 一起来演 所以带给我们这一次的夏天节活动 更加的精彩 吸引 另外 也结合在地的特色 包括商圈的美食 好历史街区 而且大家烟火看完 也可以到我们的小海城隍庙 招办一下 大家也知道 宁愿都非常有名 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 一起前来 所以我们这一次规划很多的活动亮点 就是希望让大稻城夏日节的活动 成为全台湾 每一次来到夏天 都知道自己要来大稻城 所以很谢谢 我们各个商圈 大家共同的付出 我们很期待 这一次的夏日节 能够吸引到过境路的人潮 带给地方更多的商机 整体经济的发展 所以很期待 届时也会看到我的声音 我一定会带我的三宝去看烟火 而且是 没有让我是不同人知道的 所以 就是微服术许 25天的活动 除了烟火音乐会 还有大稻城商圈店家 大雨市集 蓝色水路等着大家游逛 享受游会 体验专属台北的河岸风光魅力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您会说台语吗 或是您的台语冷凳吗 在校园里的台语老师 近年观察出孩子的台语程度 有越来越差的趋势 台语的流失速度 恐怕比想象中的还要快 究竟要怎么在校园 减缓母语流逝 成为第一线老师的巨大考验 老师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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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语 是许多台湾人的母语 但因为种种历史因素 许多台湾人的舌头 渐渐的与自己的母语分离 在校园 在职场 或在家庭中 都几乎是使用华语沟通 但在这样的现实下 仍然有人坚持成为台语老师 努力在华语的世界中 撑开一片台语的天空 自十几年前我讨厌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个循环了 因为当初就是要 天机团 也要什么科学 未来要做什么选择 然后刚好 真正好 我那时候是 中高台台基会 他成立的选择一年 所以当初我看到这个科学 我就很好学 就想说 我讨台语学后 我就是 我心里说 他以后 我就是在走这条路 所以 每次就有这个机会 考虑材贴的老师 就连台语老师 也经历了一段 要把母语找回来的历史 努力让自己 接回台语的舌头 并且趁着台语 还留有一口气的时候 努力传给下一代 对我讨历的过程 越来越大 我就跟台语越来越差 然后我就觉得 诶 那 我的 又比我小的那些小孩 是不是 也有这种情形 对 所以说 让我现在 我对台语 我还有什么都说 让我来 導致这个台语的 教学的工作 我们如果是 还没有关键 速度 还追快 可能 我们就拚不过 孩子 要学台语的 考证 台语老师 身在第一线 更能感受到 台语的流失速度 十几年前的孩子 与现在的孩子相比 台语能力 有明显的落差 我从台下比较开始教 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到现在 那十几年前 站在学生的孩子的台语情统 是譬如说 我一个床 想要教一条台语歌 我就可以很轻松 带孩子 教书 那孩子在唱两三道 一般的孩子 就可以把台语歌 与下语歌 很流量 但是在现在 显出是我的班 其实 一个 也算是高年级的 你要学一条台语歌 我 一只可结束 会唱的人 是很少很少的 对 甚至他们缘歌手 他们其实都不 不太理解 家庭使用台语的频率 也影响着 孩子的台语程度 在校园 我们可以看见 不同台语程度的孩子 但能够说出 一口流利台语的 确实已经越来越少 简单的 祖墨盖小姐 我的名字就是 在校园 我最爱 打架球 算电动 妈妈和阿嬷在家 都会说台语 所以我就 会听 阿嬷就会教我 你跟朋友 跟同学 在说话的时候 都是用什么意愿 花语 有什么 更方便 你会好说台语 对 有什么 你会好说台语 阿公都教我 平常是跟朋友说话的时候 你都是用台语 还是用华语 华语 华语 阿为什么没有用台语 跟你的朋友说话 华语 听不 平常是都说台语吗 没有 阿你是什么时候 在说台语 呃 短期 文章 还是 你平常会说台语吗 不常 为什么 因为家里都说国语 都不说台语 从孩子身上 我们真实地看见 台语面临的危机 现在 开始从家庭做起 从自己做起 渐渐地在自己的生活周遭 建立台语的环境 才有可能让台语 在这个社会 多活络一点点 其实现在很多北部 已经有这种循环了 我就想说 我要亲身带孩子 说 正常是 北部要说台语 不过他们都没有这个意识 要开嘴跟孩子说台语 那我感觉 现在新的一位 少年北部 其实你们就是开嘴说就对了 虽然说你自己的台语 也不太標準 但是 我感觉 環境是一个很重要的台语 那不管是大小的事情 在他的生活里面 你就是 跟他用台语来交代 那说不对 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跟孩子做学生 我感觉 你只要开嘴都是台语 人家和你会用的 不管是董事 还是我的朋友 其实我的朋友里面有很多 一开嘴看 我就是会切碗 就用台语开工 他就说 不好意思我台语比较不好 我说没关系 你就知道 因为 会有一种自动被感化 自然感受 我跟这个人说话 我用台语说 对 对 对 闭嘴巴 A是 A 在哪里 A 在这边 A A 我们普遍来看 虽然 台语听到是下角 但是我感觉 在台语到学 这么多年来的打拼 其实台语的普遍性 其实有拼到 年纪会有拖子多了 比如说 我们之前是国后 一年到六年有台语科 国中国中是没有的 但是自旧年 准年开始 就是国家理训法通过后 我们的国中国中 就开始加入必须的台语科 那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连贯性 我们有系统一直去去 那像我台厚大厨出来的学生 他现在已经台厚研究所了 他当时就是想到台语科 他真的有幸福 他现在就想做台语老师 他有导臨 这个台语学 他也想讀台语学 那我感觉说 我们不求大家的儿子都这样 不可能 如果是一两个儿子 对台语科 有幸福到后 未来 他真的做这种痛快 或是说他有想继续 吹杀台语 那我感觉台语 就还有化蕾的可能 好 吃什么 台语老师 台语老师 透过教育 有系统地 将这群快要遗忘母语的孩子们拉起来 努力让他们不被华语的浪潮冲走 找回这个土地的声音 而我们能做到的 也是试着从日常生活中找回台语 尝试和身边的人一起 慢慢地改变这个全华语的生态 从一个字到一个词 最后汇聚成一个句子 展开成为对话 让这个语言 能够真正地被使用 被说出来 接回台语的舌头 记得住今晚就复兴高雄报导 台南市观光旅游局 从今年6月开始推出了盲盒游城 所谓的盲盒就是完全信任台南这个品牌 虽然不知道内容 不过品质却是挂保证 游客可以全程坐双层巴士 来体验台南的风情还有美食 抢先报名的民众还有超值优惠 台南双层巴士本来就是走观光路线 要让游客从不同视野高度 来欣赏台南风情 这回市府观光旅游局 就以巴士为主角 大规模设计六大主题游城 有18条路线 而且结合在地美食 有米其林碧比登的店家 有五星级饭店的下午茶 以及游船和农村体验活动 要让游客全心感受 不过整个游城取名盲盒 就是视线都不知道详细游城内容 考验游客对台南品牌的信任 盲盒就是一个东西你不知道 要把它包座会包装 然后不要什么 不要顾客的信任 我信任台南 我就不要看价格 我讲的是来台南旅游这样的价值 我就来买这个游城了 对 买台南的品牌 那买品牌相信台南 虽然局长说游城保密 记者会只公布价格 也强调内容一定有惊喜 抢先报名另有优惠 市长也保证物超所值 欢迎来台南逛三区海边 这些都是彩线团等级的 就是说我们把最好的呈现给你 那你来彩彩线 了解说各个路线 接下来你就会呼朋引伴 来这个参与 那也感谢我们三位大使 这个肉卤小纳豆豪 其实各位在网路上也好 在平常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 有许许多多的网友是看到 各位的一个品质保证 所以说这样强强联手 有各位的有好的产品 有好的城市 有好的这个引言人 能够把我们台南市 介绍给更多更多国内外的好朋友 相关旅游资讯将公布在台南旅游网 欢迎大家密切留意 一起来体验台南旅游新玩法 记者顾文集台南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周报 我是李凡飞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